糖尿病小便特点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何晶 陕西省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糖尿病人患者的小便的特点主要有两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多尿 多尿我们这里讲的是尿的次数的增加 以及尿量的增加 这个时候就要区别于我们通俗的讲 有些病人会出现尿频 他也觉得他尿很多 但是有些病人的多尿 他体现的是尿的次数非常多 总是有小便的感觉 但是当他去卫生间如厕的时候 他的小便量不一定多 甚至有一些病人出现泌尿系感染 他总有这个小便的感觉 但是去卫生间的时候 严重的情况下是尿不出来 甚至尿是成一滴一滴的滴力状的 这个是要跟糖尿病人引起的多尿相鉴别 糖尿病人的多尿呢 不当然是尿的次数增加 每一次的尿量也很大 我们通俗的讲叫喝多少尿多少 这是糖尿病人的小便的特点 另外一个小便的特点呢 就是尿糖的身高 尿糖的身高我们怎么来体现在生活中呢 就是尿黏度比较大 从中医古籍上讲 糖尿病人的小便的特点 是尿甜度高 形象的说就是 如果这个人的小便 有很多蚂蚁爬在上面 那就提示他很有可能有糖尿病 因为它的尿里面糖度高 蚂蚁就会喜欢这个不到糖这一类的 就会往上面爬 从现在来讲 我们不可能观察到蚂蚁爬的多少 但是呢可以通过这个观察小便 有一些病人的糖尿病是家属发现的 比如说家属在打扫卫生间马桶的时候 发现小便特别黏不好清洗 另外有一些人可能不小心踩到这个小便上 感觉小便有沾斜的感觉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 有可能是尿糖增加引起的原因 感谢观看